但是这种类型的杂志 您可能非常熟悉 无论您长期生活的美国 和化学华兵 同样发达的日本 这本杂志的封面 子军肯定非常熟悉 对吧 浅田真央 应该是日本现在最好的运动员 这样的杂志 我们可以看到 随便翻译过来 你会看到很多的 日本的化学华兵的参与者 这些名字我们来讲 极其陌生 但是您知道吗 就这样一个专业的 这样一个化学华兵杂志 中国是没有的 日本有几本 五到六本 美国也有 美国也很多 加拿大也 对 也会有很多 我们拿它来证明什么 就是我们的 在华兵场上的竞争对手 他们的基础和运动项目 在那些国家开展的程度 是令我们敬畏的 像日本这些国家 五到六本这样的专业杂志 它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 在这上是浅田真央 是目前日本最好的 也就是世界几乎是最好 当然比今年二稍稍有所差距 至少在分数上是有差距的 我先问问子俊 你最喜欢的《华华兵》是谁 金眼儿 为什么是金眼儿 因为感觉 它滑冰 跟其他的选手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滑行的速度方面 包括表演能力 然后包括跳跃的质量 都比其他一个人也好 自己心目当中 有没有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太多了 太多了 我们可以结合着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好像全是 无论是 可能是你的偶像 可能是三年之后的 你在赛场上的 真实的竞争对手 你从风格上 和未来的发展的 这个道路上 你觉得 你觉得自己有可能更像水 可能 如果要是好的话 可能会像金眼儿 会像金眼儿 如果日后 无论你成绩是怎么样 大家一定会记住 一个李子军的名字 可能会迅速的搜索到 我们今天做的这期节目 这个节目的时间点 是2011年的1月1号 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 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下能回看到2010年 我先请明珠教练 如果2010年 让您用一个字 来表达一下 您对2010年的记忆的话 您会选择哪个字 一个字比较难 一个词也没关系 一个词一个字 其实都可以 我想出来了 你想出来了 你先说 成 哪个成 成功的成 成功的成 因为在我们所积累的 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库当中 我们知道 子军小的时候 像中国很多小朋友一样 在父母的教诲之下 练中国传统的书法 刚才我们在前面两节 当节目当中 都倡导用书写的方式 表达你的情感 那我们也想请你 现场都真准备好笔墨指研了 这对你来讲 仍然比三中跳简单 也有小时的基础 为我们写下这个成字 用这个成字 它也可能是成功的成 也是成就的成 也是成全的成 也是完成的成 这个小姑娘做了一个铺垫 好多年没写了 那没关系 应该算基本的基础还在 成 他已经想了 是成功的成 成就的成 完成的成 可以顺利的完成动作 成就自己的梦想 怀着一颗诚挚之心 在写着这个自己的绵度汉字 小姑娘的整个字的 把握的肩胶结构 你看 真是绵合 我就跟着他这个字走下来 好嘞 好嘞 功 功 好 来 这个替名副师长 把这个功完成了 您为什么要选择功呢 我想这个功呢 我是希望说 能够达成他的愿望 能够完成我们的一路打拼 最后能够走向成功 好 搭配他的字 搭配这个成 好 谢谢君君和明珠之导 到现场为我们写下的两个年度汉字 对他那叫成和功 希望所有的努力 功到自然成 也把成功二字 送给所有中国经济体育的参与者 希望在2011以及今后的日子里 这份成功不仅意味着金牌的获得 好成绩的夺取 更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 每天都是好日子 来到现场没有什么可送的 我们准备好了两只小兔子 这个小兔子应该是即将迎来的兔年的最好的表达 而且1月31号临近兔年的时候 你们